随着天气的变暖在浙江东阳街头开始飘起一种奇怪的香味 当地人说这是铜子蛋的味道 而要问什么是铜子蛋 说出来恐怕会让您大跌眼镜 就是用铜子尿煮的鸡蛋 一到春天卖铜子蛋的小摊就遍布浙江东阳的大街小巷 甚至卖到一块五一个 尽管比普通的茶叶蛋还贵 却经常卖到脱销 不仅如此 2008年他还入选了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不少东阳人眼里 用铜子尿煮的鸡蛋是春季进补的不二之选 为了煮铜子蛋 商贩们会提着塑料桶到东阳的各个小学里去收铜子尿 学生们也见怪不怪 而学校的老师也默许了这样的行为 他们还会经常提醒孩子们 在感冒生病期间不能往塑料桶里尿尿 不过这所谓的铜子蛋真有滋补作用吗 在那个《本草干木》里面也有记载 他讲的就是小病跟血是同类的 就是精气血都是属于能的有效成分 着重至轻就是小病 所以说我们古代的话 可能用于这些治疗那种肺疗 我们就现在说的就是肺结核 虽然有医生认为 铜子尿塞古代作为药引子 铜子蛋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更多的医生认为铜子蛋不卫生 不提倡吃 你身体的话可能不可行 你要是那个人体的排泄 我们不会有什么营养加分 真是有点丢人现眼